三月底的爱丁堡刮着风 时不时飘着的雨 还感受不太到春天的气息 这是一个充满历史与鬼故事的城市 爱丁堡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都 市区被王子街划分为新旧城两区 旧城区13世纪就存在了 它经历了辉煌、饥荒、战争、瘟疫、城市再造 让旧城区的每一个角落都带着一股很不一样的气息 爱丁堡新旧城区的景点都很集中 虽然也有One Day Pass的观光巴士 但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用步行的方式来逛爱丁堡 随时停下脚步 每一次快门都可能得到一幅画 想要跳望爱丁堡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旧城区的南边的亚瑟王座 比较靠近爱丁堡大学 占地约260亩是以前的苏格兰皇室狩猎的庄园 现在则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园 这趟旅程可以说是跟着千一起来参加研讨会的 趁着千在忙的时候我也自己去走了一趟 哇你们看 超美 我就自己一个人带着他 出来走走拍拍 亚瑟王座的登山口有很多个 各个方向都有路线可以往高处爬 而且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有很不错的视野 OMG雖然说风有点大在这里 超美的事情 不过如果真的想要攻顶的话 记得预留个一到两小时 偶尔也会走到比较陡峭 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路线 请问一下我从这里走上来之后 路是长这样 这边好像没路了 所以我是走这里没错吗 我们只好远路回去啰 由于它是个死火山 沿途可以看到许多苏格兰特色的地貌 湖泊 山谷 山脊 玄武岩峭壁 原本我想走到更高的地方 却因为下雨被迫提早回撑 一个回头竟然看见霓虹 彩虹 彩虹吗 OMG 刚好画过山头也太美了吧 等到签的研讨会都告一个段落后 我们还有一天多的时间 可以来好好逛逛这座城市 可能为了让我们更融入这个氛围 厚厚的云层没有要散的意思 让我们决定先前往第二个 可以眺望爱丁堡的地方 卡尔顿山 穿过连接新旧城区的Northbridge 就会抵达王子街 是鉴于18世纪的新城区 以新古典主义作为主要的建筑风格 并进行城市规划 在这条街有许多精品店 百货公司 是爱丁堡最繁荣的一条街 但我们今天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条街 沿着王子街 向东走到尽头就会看到卡尔顿山 上面有国家纪念堂 纪念苏格兰哲学家的纪念亭 纳尔逊纪念塔 走到这个纪念塔旁边 就可以看到整条的王子街 把新旧城一分为二 只要15分钟就能走到 鸟看整个爱丁堡的卡尔顿山 真的很值得来一趟 下山后我们就往旧城区 去引洞 除了North Bridge之外 Weveli Bridge也连接了新旧城区 我们现在在连接新旧城区的 另外一条Bridge Weveli Bridge 从新城的这一端看过去 旧城区的房子们 真的有一股好迷人的魅力 而一个为了纪念苏格兰作家 而建立的斯各特纪念塔 就住在旁边 也可以算是这边的地标之一了 旧城区的Royal Mile 皇家大道 连接了爱丁堡城堡 跟和里路德宫 主要的地标 景点们也都围绕着Royal Mile 像是圣吉尔斯大教堂 圣吉尔斯大教堂前面有穿着苏格兰裙 披着苏格兰围巾的街头艺人 来来回回了好几次 他们都没有休息 Royal Mile有许多小巷 会依据项梦里有名的人物或是事迹来命名 有兴趣的话可以挑几条走进去看看 会有一种穿越到另一个地方的感觉 其中最有名的clothes就是marry king's clothes了 在中世纪的时候这里挤满了爱丁堡社会阶级中最底层的穷困住户 历史记录中一个房子里面甚至会住到12个人 是个几乎无法看见太阳的巷子 而这样一个糟糕的环境在苏格兰黑死病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可以说是爱丁堡的重灾区 它现在就是都已经把它包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展区 然后你就要付费进去餐馆这样 听说它是一个连太阳都看不到的clothes 可以买票入场感受那个年代最底层的居民们的生活环境 但是怕鬼的请谨慎服用 再继续往西边走一定要转去的是Victoria Street 起伏的小坡道道路两旁彩色的房子 都让这条街多次被评选为爱丁堡最美的街道 你挡住我的Victoria Right here right here 上面的这个平台One day 有一个场景是在这边拍的 卖着首饰猪肉堡的O-Ink 在Victoria上也有一间分店 点餐只要选择你想要的Size 面包 佐料 跟Sauce 就行了 烘烤后的猪肉拉成丝 搭配上面包还有BBQ酱 不要小心点喔 还不错还蛮好吃的 值得吃吃看啦 因为小一点好像肉很小 大一点好像是肉好像没吃的 不一样 听说Oink是猪叫声音喔 O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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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en 讲到苏格兰也不能不提到Whisk 街道上可以看到很多家 Whisk专卖店 超爱Whiskey的签 马上就买了两瓶回家 除了这些专卖店之外 在抵达爱丁堡城堡前 还会经过苏格兰威士忌中心 里面除了展示超多的威士忌之外 也有饰饮、导览介绍 跟着爱丁堡大学的迎宾活动 让钱甚至在里面品尝了大餐的威士忌 也太爽了吧 爱丁堡城堡 驻立在城市中心的一座死火山上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能远远也看到它 不过其中有一个私房冷门的拍摄点 要带你们去 在这之前我们会先经过一个Grace Market 它这边有一些以前形形的地方 像这个后面这个 好像就是以前边形的地方 然后这边看到的这块石头啊 这边 它是以前就是公开斩首的地方 对 还有一个纪念碑啦 穿过Grace Market后有一条小巷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遥望爱丁堡城堡的视角了 远远的可以看到爱丁堡城堡 爱丁堡城堡 爱丁堡城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世纪 曾作为皇家居所、军事要塞和监狱 是苏格兰历史的见证人 并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不妨买票进去换换喔 夜晚的爱丁堡多了股诡诀的气氛 打上灯爱丁堡城堡更是感觉随时都会有蝙蝠要飞出来 漫步在旧城区跟白天的氛围真的很不一样 今天带大家逛了一圈爱丁堡 希望能让你们更了解爱丁堡这个城市 也让你们在到爱丁堡旅游的时候有个参考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地园分享 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FB跟IG 才不会错过更多的照片跟最新消息喔 我们下部影片见 掰掰